是因为这周其实对我来说真的挺难的 就是我刚才说的 我没有明确的敌人 对 所以 当然我知道可能会有人把我列为明确的敌人 但我真的没有把 目前任何一个人列为我很明确的敌人 我一定要去干到他 就像 你害别人别人会害你一样 一样 反正从头到尾 你应该看过之前呢 就是我是属于人不犯我 我不会去犯人的 但是遇到后边这种观念其实也是保持中立的 但这个方法就是没有办法 因为这个星期所有主动权在我手上 对 主动权已经在我手上了 所以 也可以指自己的队员 可以指自己的队员 所以这三个名单也挺重要的 所以你知道 之前为什么所有的人 看似打乱了队型 因为他们一直希望队型重新打乱 两帮阵营全部打乱 可是为什么一直没有真正打乱 就是因为权力是分散的 所以还是团队作战 可是到今天这周 为什么游戏大家重新分组之后 再也不能放水 因为权力只集中在两个人的手里 或许下周就在一个人手里了 我只能保一个人 这个人绝对安全 其他人 当权力只集中在少部分人手里的时候 其他人就是周边的人 你只能去完全听从 对 你完全服从的时候 你不可能去做任何放水的行为了 这时候阵营就是真正的打乱了